好那感谢大家来这个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这样子 那因为技术上的缘故 所以我本来是试着想要YouTube跟脸书同步直播 但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 我好像没办法一直做到两个 所以我就先放脸书 那会跟上一次的直播一样 我们之后会把这个影片里面的脸书 并且YouTube版本也会再剪一个放上去 那会把前沿什么散掉 然后我们喝酒那段搞不好就被散掉了 所以那个整一碳酒 你可以等一下再来一次 没问题的 好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之前有预告过 我会跟师傅明先生 我们来谈彼此的新书 新书的书就在右下角 但我们现在早上也有 对待会会来当道具出现这样子 那这个我先感谢一下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直播 简单来说是我们 我这个礼拜会在台南住村 那台南的文化局 有整理一个很不错的场地 叫南宁文学家 它在南宁街上面 你往上其实google到这个点 它是有地标的 然后它是一个老屋去改的 所以你看我后面会有必杀鼠 然后这是一个老屋的客厅这样 那所以就很开心 我们可以再去直播 那而且因为这里是有很多作家 以前来过的地方 我们上次发现 我就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 发现既然有人留了一瓶威士忌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有酒这样 根据调查 它可能是某重要文学杂志总编 王姓总编 留下来的一瓶威士忌 我们感谢他的贡献这样子 对对对 刚刚有人跟我飞马 如果没有看会议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待会会边喝一点聊 然后来聊两本 就是战役旺盛的书 借酒来战一下这样子 那应该战的都不见得是还活着的人 所以应该还好 而且我们两个没有要互相战 对对对 所以虽然是一让而生下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先喝了 这个已经非常 果然是恐妙之身上 竟然出现了一让而生下而已 好 那我们等一下进行方式很简单 我们会介绍对方的书 然后介绍的过程中 如果对方觉得说要补充的 或甚至想吐槽的 我们可以随时插话这样 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进到今天的主题 我想先请植木铭来聊一下 就是我的这一本 他们互相伤害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你的感觉 或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书或内容这样 OK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吵架 吵架 对 对对对 那实际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佑群 那个时候是你看黄景树老师 然后你们在谈 开启一场文学文章 相对论在连覆上面 对对对 进来有人 那是我震惊 但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佑群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第一次直播谈文学文章 会谈吵架 太巧了 那我想要说 虽然我不应该在佑群介绍我的书之前先破格 但是我觉得别人说我的书是读我的书可以变成吵架 我基本同意 对或者是说我的书里头有很多吵架材料 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说如果你要了解吵架的意义 而不是只有材料 你想要知道为什么要吵架 我是说吵架如果它是正面它有好处的话 尤其是我们学的 那你应该要读佑群的书 这个他们路上伤害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 我可以直接说了 朱佑群不是学者 对 这是 我只有硕士DNA 这是正面意义 这是正面的表述 至少佑群不像是我这种半途的学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在美国念的博士 然后我常常对我来说 其实我的学术也就是 那我在看很多学术文章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经验 英文的学术文章 其实常常有很多社问 社问 它的问题在 它的答案在那个 对理论上来说你开始一篇文章之后 你先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理论上的后面 要一一解答才对 对要解答那问题 可是实际上 因为我的学术语言是英文 然后同时我也是一个蛋头的学者 对 因为我们的声音有点小 你可以再打声一点 所以 我其实很了解 当我们学者写出那些问题设问法的时候 有没有答案吗 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答案 有时候可能只是 我看到问题了我先问一下 对对对对 可是佑勋这本书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是 佑勋的设问法 实际上是在回答他自己在序里头 或是前言里头所说的话 就是说 当佑勋在讨论这些文学论战的时候 他不只在爬书 他们在吵什么 佑勋做一件事情是 他会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论战一定是以至少是以文章构成的 那佑勋会去分析说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他主要在攻击什么点 甚至他想要引起什么样的情绪 所以也就是说 当一个学者在写一个论战的时候 例如石木铭在写一个论战 他在分析一个论战 那我怎么写我的读石木铭 我必须要去告诉我的学术的读者 我在讨论的问题 我如果去解决他 或者说我甚至只是做史料的问题 但是佑勋做的事情是 当他在告诉你 例如他在告诉你黄石灰 写那篇文章他想要干嘛 然后后来例如廖汉成 或是我们的 我们知道他在论战当时叫做玉文 对 廖玉文 对 那他在说他们的策略的时候 实际上佑勋是在带着读者 进入黄石灰的心灵 就是当佑勋在讨论黄石灰写的文章的时候 他是黄石灰 或是他至少 我是在扮演黄石灰的角度 对 甚至如果用一个 搞不好是有些代沟的例子 就是那个齐天大圣西游记 里头是你可以变成一只苍蝇 等一下 因为讲到这个梗很刚好 因为刚刚有人看到你的样子 他说张卫健 所以就提到西游记 我就顺便回答一下 就是你可以飞到一个人心里面 然后问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觉得佑勋在这本书里做的事情 他会告诉你黄石灰在想什么 他会告诉你廖汉成在想什么 也就是你带着读者一起变成黄石灰 一起变成廖汉成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值在于 那我们就不只谈的是文学的理念 实际上是老实说吵架 进行论战的 你有情绪吗 骗人 然后严格来说我不想赢 然后我要怎么赢呢 对不对 然后当佑勋在书里面问这种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想要赢 或者说我想要赢什么情绪 我要采取什么策略 对 对 它实际上是在形成一个观点 那我觉得佑勋这本书 在写作的策略上最成功的是这个 然后最后我想要 在介绍这本书的结论上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为什么要说 比如说想要了解吵架的意义 是因为其实我们不认为 吵架是在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佑勋在书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文学的理念 文学的价值 是有排他性的 我觉得这样写才对 那就是其他人都不对 没错 而且我要告诉别人 我要告诉我的读者 甚至我要召告天下 就是我实目明才对 这样写的文学必须要这样 那这个实际上是论战的重要性 一场论战 或者说很多场论战 它会决定 就是一个文学界 对于文学的认识 或是不只是一个文学 只是后世 对于文学的认识 然后同时让这一个社会 或是这一种语言的文学 变得更丰富 讲的简单一点 我们现在对于 我们现在对于散文的认识 我们现在对于 也不要说散文 我们现在对于现代文学的认识 你想想看有多少是在武士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笔定了 然后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文学史上的事件 你现在还会说乡土文学 对 现在是因为我们 对 然后我最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那个叫做乡土文学论战的东西 一开始 王拓就已经告诉你 那不是乡土文学 对 不是乡土文学 而是现实主义文学 里面论战的人都已经告诉你 这不是乡土文学了 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在用乡土文学 这个名词也算说 试着还要变形一个新乡土出来 还有一颗2000年的新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想要继承这个东西的感觉 这样我不敢讲 还在那边继续 好 那个 汉林老师对不起 我 不是要说这个 但是 我们 我们实际上 经过了文学论战的时候 它就是会形成文学的概念 它甚至会形成文学的传统 那我们是需要论战的 我们是需要吵架的 尤其是文学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吵架 刚好又熏汉 都是被认为很爱吵架 所以我们俩看起来蛮可惜的 但是 但是 这样我也 我要替佑勋喊冤一下 佑勋自己在诗里没有说话 他只是说他平常会说的事情 然后就被当成很喜欢吵架 然后我也替我自己喊冤 就是别人觉得 我就怕 但是 我 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下子 那个教室里面 本来只能做五十个人 然后来了七十几个人 然后那一堂课 就是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我在上课进行当中 我的一些 比较属于固定班底的一些 他们已经在用那个IG 传讯息 互相传一传讯说 欸 目标一定在害羞 为什么 他们看到了什么 没有 他们了解我 就是比较认识我 对 其实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其实在害羞 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然后你不要以为我真的很坏 或者就怕 好 这个是我对优勋这本书的推荐 就是 第一个 他的这个写作策略是 具有明确的方向性 而且他能够帮助你了解 呃 不只是文学问题 同时是参与文学论战的 他们内心的曲折 然后另外 又是这本书 呃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 你会在里头看到 呃 就像我说的 吵架的意义 然后这一些吵架 他最后的成果 实际上是在 光估我们的文学 然后 呃 我是张宋生老师的学生 张宋生老师 哦 你刚才张宋生老师 我刚才在前面聊天的时候 提到张宋生老师 还好我讲的是正面的话 哈哈哈哈 但我还蛮尊敬张宋生老师 但是 呃 我真的忍不住 我觉得张宋生老师对我来说 我是他的学生 我就会觉得 我们是个门牌 对 然后 那这个门牌是特色 特色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门 我们这个门牌的绝学 就是 呃 一种 用 呃 某种社会性的观点 去看待文学这个问题 然后我刚才跟佑群聊到 实际上当我们的 当我们的主题是吵架 然后当我们的主题是 文学论断的时候 哇 那真的很适合用我们这个门牌 那个概念 对 对 不过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 再进一步 对 好 那就是一样推荐 入训这个区 好 因为是我的主场嘛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 比较指名道姓更得罪人的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风格平常是这样 我平常就是这样讲话 所以我也没有太聊 就像你刚刚讲到说 吵架战术 为什么我会 其实我在写真本说 我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因为他确实在学术而言 有一点点不严谨 就是说你很难 百分之百说 黄世卫真的是这样想 欸 不过我 连雅航真的是这样想 我要补充一下 我说朱肉群不是学者 并完全没有那个不严谨的意思 对对对 我知道 我意思是说我自己知道 这个方法本身有点愉悦 但其实是一个非学者的特权 我知道我如果 万一我要写论文明 不可能这样想 对 那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 真的很在意的原因是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很多次论灾 我后来发现其实是很多人 外面物理看话的一个点 我举个我自己心生的例子 有长期追我脸书 应该都知道 我最近一次真的在文明圈参与的论战 应该是前几年跟洛宇君 因为我批评他的文章 还有一个回应 那我没有要讲谁对谁错 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的说法比较对 我OK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回顾 如果你还有记得那时候的文章 你可以回顾一个点 我们当时在讨论文章的 那本小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洛宇君的有一个反应是 他说他看到我的文章之后 他就去书店里面找我 当时刚出席做的一本新的小说 然后说他在书店里面翻了一下 那总之他的结论就是 他觉得我首先很差 他有直接这样说 那他就翻了一下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你这个在公关上 其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说法 因为我是认真的把它看完的时候 写了文章 而你说你翻了一下 你就看我如果要抓这个点 你其实不好回 那当下其实很多我的文学圈的朋友 或者是甚至我的读者 会觉得很不开心 他觉得他为什么他要用这种人 近似的身攻击的方式来回应 或者是这种方法 但我就会把他意识到说 其实我知道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对于写作者而言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是 不同的人评价你的作品写不好的时候 你的受伤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一般读者说你写不好 你可以假装是他看不到 如果今天是学者说你写不好 你可能知道你在学术上 可能没有符合他的那个 理工部方向的需求 可是你会觉得 学者真的有 搞不好他不会这么在意 我们创作的核心 所以你好像也可以有一个宽慰的空间 但如果今天是创作者说你写不好 这是最严重的 反面来说 对因为他是同行 对你说我写了一额上 难怪我一起 因为创作者 可能是创作者对创作者 所以我觉得 洛宇军当下可能没有认真想 但他有个本能就是 他要打掉我做创作者的资格 他不是真的要批评我小说 真的 因为我们的美学确实也不一样 可是如果平常的洛宇军 是一个很宽容的人 就是如果我今天去 就算拿着他不同意的小说 去给他写推荐曲 他一样可以找到优点 但他在那一刻 他有个本能是要防御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常想到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工坊的时候 内心有很多奇怪的 宋作者的曲折 特别有很多人 特别是作家 他们自己有很多小剧场 我想要试着去揣谋 那个小剧场 他们为什么能做那个决定 所以他会听到你刚刚说的那种 想要把他设身处理的感觉 对啊 这个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我回应一下 好 那现在换回到我的回合 我来聊一下 台语解放祭祀 这样 我这本我真的看得很开心 我那时候我在他的编辑 郑庆红那边留言 我说我看到这个标题 我想各位看到这个 应该也是一样的 你看到台语解放 你就知道他在讲台语文的议题 或台语的议题 那我的想法是我可能来看一个 而且我也知道你有一个系列的专栏在认本 然后只是当时我没有每一天都追到这样 那我的想法是说 我应该是在看一个议题书 就是讨论某议题 然后会有一些好的论点 或者我的期待是我会看到一些好的论点 然后有启发性的说法这样 结果我看下去之后发现 第一篇进来我就觉得等一下 这是散文吧 不是 那你知道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台湾文学学那个有趣的状况 当我说这是散文法的意思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 他比较抒情 他比较创作面向 他比较不是那么知识性 就有知识可以 但是他有知识以外的东西 他的文字跟他的情思 我们弄弄弄点的说法 情思是好的这样 那我们通常不会期待 在一个有议题的书里面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我今天知道 我是来看一个学友专精的专家在说话 他只要有专业意见就好 他文字不用每个人都没关 他也不用感动我 我只要看到他的专业意见 我就满足了 结果没想到第一篇进来 我觉得第一篇他写的是那个阿嬷 我记得就是写阿嬷 就是阿嬷在沙发上所使用的那个语言 然后我把它带到了国立大学的课堂上 我就觉得这个 哇 这种很浪漫的 但是他确实有带有某种知识性 跟后面的强烈的历史背景 跟政治背景 我就觉得很迷人 然后一路往下看的时候 这个写法能贯穿你大部分的文章 因为你都会有一个在论述之后 给我们一个情绪的一个激发点 比如说当我们讲叶石涛 我们讲叶石涛纪录片那一篇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相信了 这个下的点很文学 就是他我在什么 其实我觉得整个文学圈里面会这样写东西 把一个自信的东西跟一个情感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把它更高的 除了你以外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小学家身上 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张艺炫 对 就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方面 有一个类似的手法 当然可能方向或者是个人气质不会一样 但是逻辑上我觉得是类似的 我不知道你喜欢张艺炫 我自己是很喜欢 所以我对于这些很有趣 那张艺炫就有一个说法说 他觉得台湾过去的文学太重抒情倒下 但他认为知识跟思辨本身有一种深美 你知道这个词我觉得很漂亮 深刻的美 深美 就是我在跟你讲一件严肃的事 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变得枯燥而缺乏美感 他反而有另一种美感 就是抒情没有的美感 我现在的脸红苦是因为 酒吗 是因为我被缩向张艺炫 好看来很多张艺炫粉丝 对 那总之这个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张艺炫的人 也许你会在这边找到某种微妙气味的熟悉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 因为它是30来31片 32的短文的阶级 因为当年是人本教育杂志上面的专栏 人本教育杂志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因为它是教育 可是严格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话题跟教育是没有关系的 你谈任何知识性的内容 几乎都可以说我在推行某一种教育的理念 所以你知道他找过我太太她呢 写妖怪跟这个不是传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杂志 虽然大家一般比较少在书店看到它 那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人本教育杂志它会 它其实会写这么多元然后奇怪的主题 但是人本教育杂志会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你它绝对不会做一个心理的学生 你是说不能读吗 不是不是不是 视觉版面上不能读吗 就是它很刻意的把它弄得有点古白 哦 你说设计风格上比较素这样 对对对对 确实它的设计风格比较古老一点 我只是想要补充它这样做是有它的背后失忆的 然后这么扎致很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扎实的 是 很扎致这样的 对 你每次翻 你每年然后 看到一些你没想过的人 会出现在上面写出来 真的 对它很会腰 好 那回来这个书里面 我自己在读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自己最感动的一篇 其实是打开来之后的第二篇 就有一系列讲罗马字的 有一篇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找来看一下 对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对这本书二刷了 恭喜 它的第二篇叫低调复仇的台语文字学 它在讲什么呢 我就重述一下 在做这一篇重述 它在说一个叫石木铭的人 当年他并没有学过 学过所谓的台诺 对 但是他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因缘忌讳发现 注音符号在拼中文的时候的那个拼法 是不够完备的 他如果要在英文的图书馆里面 找中文的资料 他要学会另外一套拼写中文的方式 好 等他学会这个东西之后 他再遇到了台诺 他就这样一路串过来发现 因为拼写有其固定逻辑 所以他等于在一步一步的透过 我学会英文的拼写 我又学会用罗马字系统去拼华文了 那我在倒过来用罗马字系统去拼台语的时候 我好像可以触类旁通 我抓到一个我就可以 我抓到一个音是写成ZH开头了 那整个整排都是同一个音应该都要一样 所以他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可爱的设计就是 他每次发现规则都很快地讲一句说 一定有起法则 他每次看到这是打游戏吗 成就达成 或者是出现一个成就音效这样 那他就会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当然一方面是他个人识 就是你知道实慕名学会这个语言的一个 令人激愤的意思 那令人觉得激动的瞬间 可是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我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才突然感觉到说 其实我小时候在那边印记那些台诺单字 好像没有太大必要 就我用了一个很笨的方式 去把某些单字记起来 可是就像我学英文一样 我英文学的不是很好 但是其实如果用这种法则 它其实是非常快的 我抓到一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一次搞定10个字或20个字 或者是所有类似的长歌 它有某种教义意义 但它有某种个人性的抒情 比如说抒情 个人性的散文的那种经验分享的愉快感在这里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一直非常反复出现的东西 我明明好像应该是在看一个知识性的东西 但我又觉得好立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么热血呢 这样子 然后后面它就会带入更多我觉得好玩的论点 举个例来说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关心台语这个议题 一定多少都知道 台面上来说 大致上台湾有两种 现在已经比较成系统的台语书写方式 就是汉字跟罗马字 那有的人会混合 那可能有中间版的汉罗 那我自己是读台语汉字没有问题 我的台语能力的点数配得非常奇怪 一般人我想大多数应该都是听说大语读写 就是会台语的人来说 大部分 一般人是听说大语读写 他可能没有学过台语文 是 但因为我是念台语 我念过台语读 所以我的这个 我的能力只是听大语读 大语说大语写 就我的读会放在前面 因为我能够读文献 但是我不见得讲得出来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 我觉得它在里面就是 我们都会去谈说 台语的汉字跟罗马字 它其实有不同的功能跟它的特性 比如说为什么文学圈 跟现在台语文学主流其实汉字比较多 纯粹是因为读者看汉字比较习惯 是 然后创作者要进入汉字的时候 心理障碍也比较低 但它其实没有比较难 比较好 它没有比较好学 老实说 你要背的单字搞不好更多 因为你要记得 那个字是那个意思 那个字是那个意思 然后你要去记 这个汉字在华语里面跟台语里面 不一样的 可能有不一样的方向跟概念 是 而且如果你是我这个时代 你就是在学校里头花了12年以上的时间去记住很多汉字的写法 对 你真的需要知道你写那个字吗 就是在 至少在电脑出现的时候 对 对 而且 像那个我记得去年 去年就有很好玩的例子 就是那个 有个直播主在玩游戏 廖天丁 对 应该是 每周记得他叫卤蛋 餐哥 餐哥在玩廖天丁的一个游戏的时候 那个游戏可以选台文字 而且他主要是台湾汉字 他是汉罗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台湾汉字 他就在那边整天查字典 他边玩游戏直播边查字典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4000人被他一直查直播的盛况 超欢乐的 大家在打开那个教育部米南语字典 然后在那边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样 但他确实他就会遇到一个困扰是说 那些汉字在他直觉的理解 他完全没办法过去 像我记得他有卡了一个字卡很久 道三纲 道三纲 我们会写成豆相共 对 对 就是豆真的豆互相的相 共才能够 那确实你如果用华语的方式去理解 豆相共到底跟道三纲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字到底是怎么连的 其实他比较难连 那罗马字的状况相反 他可以学的比较 老实说他的逻辑清楚简单 他的音拼得也很明确 就是你只要知道那个音 你知道听写原则 原则上你所听即所得 就是所听即所得 你所听即所得 或所读即所得 但一般你看到罗马字会怕 我们就会觉得畏惧 那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 对我来说个人很大的一个帮助跟启发 就是说我好像比较知道 怎么去让大家克服这种畏惧 因为你有提了很多说帖或说法 其中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我觉得里面有很棒的一个讲法 就是石木平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就是一般的华语使用者 台湾的华语使用者 英文或外文会觉得很痛苦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因为你一直习惯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是一个在语言分析上 它对声音的切割是很粗的一个东西 那它本身对语言的细致度 你如果习惯这个逻辑之后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一般来说一个部分 应该只有一个音节 或者是一个音速 结果它可能会把两三个音节混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对以来说你脑袋就是呼声团的 你没办法去真的听到别人的声音 就把它拆解成正确的音节数量 里面也没人在讲people people这个东西你要拆成几个 如果你用中文去写 就会变成一个奇怪的people 你就会乱拼这样 但如果你学的是罗马字的台语 你学会罗马字的拼写逻辑 因为你知道什么分析语度跟音节 所以你学英文你就这样会比较快 你学法文的文革话会比较快 对甚至我是会想说 日文的评假名的那个拼法也是 其实是可以很容易这样子去做链 因为他们的音节是切得很干 对对对 你就仔细想想就发现 真的做衣服号有过不干净的 难怪日文当时要拼 他们用片假名拼台语 都可以拼得顺风顺水 因为他们那个语速切得干净 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 成功的把它注过来 然后有一个台语假名的拼法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我们每次都在那边讲 什么越在地越国际 什么叫越在地越国际 这可能就是一个例证 就是如果你能够回到这个本土语 但是你使用罗马字的 甚至你再大一点说 假设你会讲课语 很多客家人的课语他语都会 你一个听写系统下来 你搞不好就可以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刚好下面有留言 陈德辉说 我听过有人讲说 罗马字跟注音符号一样不能当成字 这个我们记得书里面有讨论这件事情 大概简单一样 你要不要自己来聊一下 我最近又看到有人留言跟我讲说 就是罗马字就不是字啊 它是个拼音系统啊 它不是字 那这个我们 如果依照我们这个 吵架的五七酷的模式 我们会怎么回应 当然你会在我的书里面看到 我会用说 我会问你说 hello是不是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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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不是字呢 如果你认为它是字的话 那到底为什么用同样的 大致上同样的 邏輯去组成 邏輯去组成的那个东西 你要不把它叫做字 然后另外我想延续我的习惯 就是我们往往要进一步追问 就是说你要说罗马字不是字 然后呢 你说罗马字不是字 你到底是想要干嘛 就是意思是说通常 我不晓得我这样说会不会很粗暴 但是通常我们说罗马字不是字 下一句会是 那我不用学嘛 它就不是字嘛 没什么值得学 它只不过是个拼音 对 然后再进一步 我就想要问一下 那你学个拼音有什么不好 对 就算它不要说字好了 它是个有用的拼音 你就说它不是字啊 那你就学个拼音 那它是个有效的拼音 那它是个有效的拼音 对啊 那刚好你不选 而且它难道是很难选吗 我们从历史上 就是在我书里头也有说到 你在苏格兰或是加拿大来的传教士 那个时期 19世纪末期 会有一个汉字 就是认不得一个汉字的阿玛 例如阿玛 它有办法用罗马字读圣经 读圣经 西方文学最重要的最重要之一 然后我们的那个台湾书想教会报 里头 就1912年发生了铁达尼号沉默在北大西洋 这个我在台湾玩的有看到 对的事情 然后你知道是多久之后台湾人知道这件事 就是大致不是一个台湾人阿玛 如果他有在读台湾书想教会报的时候 那他就是在铁达尼号沉默之后两个月 他就知道这件事了 他的脉动跟事件很快 对 意思就是我曾经做了一个比拟 就是我们阿玛就没钱 可是他因为学了罗马字 他会在世界大事发生了之后 两个月知道他 然后他把他开港的时候 如果他是谈铁达尼号沉默之后 那就是大致不是一个的阿玛在开港的时候 就是说CNN报道的事情 就是这样 那 对啊 那如果 好啦他不是自己 但是他有这个功能 那你干嘛不学 奇怪 我可以感觉一下1912那个这样子有多难 因为你知道在1920年代十年后 我们有一个新的单位叫台湾文化协会 很有名的台湾文化协会 他们在做这种启蒙工作的时候 他们采用的就是汉字 就是基本上努力要用汉字去拼写 不管是中国文化协会也好 或者是台湾化文也好 我的新出的第一章 第二章就在讲一件事情 好像不管他在谈什么事情 总之他们当时用汉字章写下来的刊幕 他们的想法是我要印报纸 做出这台启蒂名字 传播新智 一送下去就发现干没有人看得懂 对 所以他们还要再做一件事就是 我要找一个人去报社门口 然后拿个木箱站上去 在那边念报纸给他听 这叫杜报社 就是他们还要做这个转换的工作 可是你看这边阿嬷是直接就 是 这也是佑勋在书里面 他在谈台湾化文论在那里 那一章里头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时的文学者 就是台湾的作家 然后他们用华文写作 他们非常的清楚 佑勋有说到 他们的小说作品 就是 写得出来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 读不出来 对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那那个时候的人 干嘛那么在意小说 他的小说读不读得出来 因为我们台湾文学的开天辟地 就是一个为了进步 为了阶级而存在的文学阿 他是要做社会革命的 他是要跟底层人民沟通的 台湾文学这个传统 我们现在叫做台湾文学这个东西 他一开始就有这个革命性 于是那些文章 你就是要念得出来 你要有办法读给他们听 他们非常非常在意读不读得出来 于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非常在意重要 对 对啊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底下刚好有人在讲说 他说他台语 但是最近在学北维林 发现没有很难学 我记得有一个数字是这样 我忘记大概数字是多少 但是当年的知识分子叫蔡卑伯 那是时代 他就是想要推罗马字 然后北维林 但是一般的其他的新闻人不见得有兴趣 所以他后来找到了一个机会 是他跟你学一些文盲诗学妇女 因为反正这些妇女他平常也没有诗字的机会 他就把他揪在一起开一个妇女培训班 他的实验好像是两到三个一半 嗯就可以学会 你看看你学汉字 各位你回想一下 你从小到大你要学汉字 从注音符号手册一路学到汉字 学到你可以看报纸要多久 你明明都是个会讲话的小孩 八岁十岁的小孩应该讲话都讲得很溜 对 你能看报纸吗 你就知道汉字有多难学 我再举两个例子 就是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 也要负担教美国大学生的华语 然后就是我的学生有一次就是 他觉得自己华语很好 他就来问我说 老师老师 你觉得我花多久的时间 会去有跟你一样的华文华语 阅读华语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想到就是 我大一还要念大一博文 我大一博文 我功课上到大一 还在认识到新的字 对对 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说 你知道吗 你老师花了将近快二十年的时间 学这个语言 你觉得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你吃得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 也就是 就是关于华文 我们的文字系统 我们这个语言有多难 你知道吗 全世界大学生 如果来比说 哪一个国家的大学生 认识字的比率高 你知道谁最低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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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你就不认识字 但是总共假设有十万字 你认识比例多少 对对对对对 是比人家低的 对对 我们这个语言很难 你康熙字典翻开来 你就会知道 是 我们有一种比赛 我觉得在外国人 听起来非常唯一所思 叫做自音自行比赛 我小时候是自音自行的选手 你知道我们里面都会乱七八糟 你真的这辈子都会用到的字 但是它就是这么多 然后国小国中高中以上都超级恐怖 底下有人问说 我们这个酒是加了什么 它是纯饮 但我这个加冬瓜茶 你很准 你这样看得出来加冬瓜茶 我有时候加冬瓜茶 我就会加 等一下 你看一下颜色有差别 对对对对 我是冬瓜茶二比一 跟威士忌二比一 诶还真的有 然后有人问是哪一支 就是这个Sandori角评 我们感谢联京出版公司的赞助 他们上次还办活动留下来的 对对 我就觉得这个 语言问题真的是台湾人的某一种 其实你 我觉得反过来讲 为什么每次 你看即便一百年后 现在讲起来都还会吵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不管你同不同意要学台语文 要学这些东西 其实它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痛 对 就是有些人的痛是觉得 我为什么没办法把我的母语讲好写好 是有些人的痛是会觉得说 他会有点觉得 为什么好像出现了一个我全然不知的领域 然后我还要被迫 不能说被迫 就是我好像还有要承认我的无知 但是这个无知本身就是个症状 就是你会讲台语但你没办法读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接触这些东西 课语也好 原住民音也好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这就是问题本身这样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个更大的问题 那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点 我最后推荐的一个小点就是说 我自己以前在写社论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如果要让别人懂得一件事情的特别之处 我们从社会学上会有一个手法 就是我要把它重新问题化 你要重新问题化就是说 你平常看这件事你觉得没错 比如说我准备乱讲一句母语在家学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 母语妈妈的语言妈妈就会 妈妈在家学就好 可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东西 拿去跟其他事情做类比 或做逻辑上的推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这句话有偏听有不公平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最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他是给当吵架完的一个资料库的原因 都在这里 就是他可以给你很多点开你灵感的说法 对像刚刚他就示范过一次 不是字又怎么样 你如果再往下多问一步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根本本身就是假问题 他会往上做一个逻辑上的跑根 所以一方面来说 如果你对台语文的议题有兴趣 当然推荐 台语相关议题有兴趣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想磨练一下你的思考方式 我觉得就算不管台语吧 就是纯粹这种思考方式的锻炼 跟逻辑上的方法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老实说 我觉得很奇特的是 我认识很多文学界的前辈或同侪 他们是有足够敏锐的能力的 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不太会喜欢这样写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都会觉得我是少数这样写文章的人 然后我直到看到你这本我好高兴 我就觉得对嘛 你都可以这样写 就是可以用这种 但是可能太凶了 大家觉得太凶了 你举完例就直接戳人家的盲点 大家就会想要讲得瘦一点 可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对于圈外读者 或是一般人来说 是可以更清楚学到东西的方法 这也是我刚刚说佑勋的书 我会特别去说摄文 因为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会 就是我心里面就会觉得 哇塞 这个人用的方法跟我一样 对吧 我们戏书统员 神秘的戏书统员 就是你要不要中我们的招 有问题有陷阱 对 我们当我们在问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我很清楚我接下来要去哪里 然后我才会问那个问题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的习惯就是当我听到别人的那一句话的时候 就是别人那个四次而非的话 我会去追问一步 就是说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干嘛 嗯 对 那我必须要说 就是当我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 因为我是个当老师人 我有老师兵 然后 我其实心里面永远有我的学生 当我在写作的时候 就是 我其实心里面 然后讲给这些学生的音乐 对 或者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的学生看到我的 读到我的文章 他们会觉得 哦 对 你跟老师上课的时候一样嘛 我跟老师上课也是一个风格 就是 就是 呃 他会 他就是一个想事情的方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 不晓得 对我来说 刚好是这个签下去的事情 你说当的 对 签下去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做什么事情 大概都要对我 我觉得很有益处 嗯 欸我觉得这点搞不好 真的是我们两个很 某种奇特的共通点 因为 我觉得大多数人 很多厉害的人 他不见得有教学热情 嗯 你知道 像我出这本书啊 然后包含我前面几本 什么 他们没在习小说的时候 我也是遇到一个文学圈的前辈 他就很认真地问我说 他说我知道 你写这东西很重要 我知道你这些东西有一些 基础建设的价值 让大家认知了一些文学的事情 嗯 但你干嘛对他们这么好 对 他是在跟我说 你干嘛对他们这么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有这个时间 他会选择 把同样的时间 写他自己的小说 假装的事 哦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 禁于公共服务的事 然后我就发现 我当下很难跟他解释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像 你说的是对你的学生 但我心中的是 可是16岁的那个 我自己不会懂 哦 对 因为我有说过 我的写作对象一直都是 我把我16岁 我想要一一回答我16岁的时候 没人教我的事 嗯 对 因为我觉得明明没有那么难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讲清楚 是 对 那所以我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当这个作家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的逻辑跟道理 确实如果以个人的文学成就来说 如果我把这四本书的时间 换成四本小说 也许对我个人的文学成就 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嗯 对 那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逻辑 但这种当老师 要去教会一个人 然后觉得把这件事 传递下去很重要的信念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某种共同点 除了我们很战外 对 我会觉得我们逻辑很像的原因在这里 这样 对对对 诶 底下有人问问题 对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录音续续续来丢了 我们已经到后半段了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我就直接接到这边这个问题 呃 我觉得这个会牵涉到我们常会谈的台语 为什么可以独占台语这个词 这个我今天说了一件事情 他的文章里面讲了一句 我觉得很棒的话 他说说 为什么没有人会怀疑国语是国语 然后我其实讲过很类似的话 我有一次遇到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台语可以叫台语 他课语也是台语 有著名也是台湾的语言 为什么可以独占 我的回答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讲台语的人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放弃台语这个词 我们可以策略性转进 如果这样就比较开心的话 对对我来说意思就是一样 我们两个其实都在问 那为什么国语不用被挑战这样 呃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 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 我写在书里面就是说 为什么台语你叫台语 你凭什么叫台语 课语也是台语 对不对 但是我 我会觉得很难以回答的原因是 可是你客语就没有要叫台语 诶对 我有问过一件事 如果今天你想要叫台语 有够多客家人 或者是泰雅族 或者是阿美图人 你们要这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这件事 真的都可以来谈 可是你们从一开始 不是你 你这样讲 就是客语并没有要叫台语 那你又叫我不能叫台语 就是我不用 我也不准你用 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 而且更神奇的是 这么讲的人通常 比如说他会说客语也可以叫台语 通常他自己本人不是客家人 我觉得这就是更神奇的事情 你是客家人 我们可以来谈 好好 然后我要专注回答案的问题 就是关于台湾人需要说台语这件事情 需要修正 老实讲 我觉得即使是在1990年代 我在那个时候 就是当台湾的民族主义 在萌芽 在茁壮 在茁壮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青少年 即使是那个时候 我都不同意台湾人要会说台语 这句话 即使是那个时候都不同意 然后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写了这本台语解放济世 然后当然会有人问我说 你有什么要用华文鞋 那这个 那我来说 我在想说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这个对我来说是策略性的问题 那我如果不用华文鞋的话 那我的读者 就会是不需要我讨论这些问题 你已经读得懂台语了 就没有需要看这些东西了 对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 就是说我反对华语 我其实完全不反对 就是我是一个华语的红利 拿好拿慢的人嘛 靠这个留学 对 而且甚至 譬如说我出去演讲 我去演讲 我会用台语 对吧 就是标原外行文 标原外禁敌敌敌 外文代义 可是 老实说 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办法克服的是 我跟我老婆没有办法讲台语 不是因为 我竟然在直播上说 不是因为我老婆的台语不好 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因为我听不下去 而是 而是真正让我有亲密感的语言 是 华语是我谈恋爱的语言 华语不是我拿来表达政治理想 然后当我跟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最喜欢还是华语 因为那个是有亲密感的语言 我是一个完全不反对华语的人 然后我甚至觉得 大家要继续使用华语 然后好像会让华语变得永远那么强势 老实说你问我 我可以接受 我真正要的东西 我写这本书真正要的东西是 你要继续说华语 然后你要继续使用华语 OK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的确是这样 我只要 我们不要 产生那种一直使用华语 而有的那个偏见 你不要后面那个偏见 对 你不要后面那个偏见 然后你要继续使用华语 OK你可以用平等的 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个开放的角度去看待语言 你不要轻易的说 台语没有字 你不要轻易的说 母语就在家学就好 台语就是比较低俗 对 你抛弃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继续使用华语 然后华语华文 继续的强势下去 老实说 我会接受 而且甚至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信仰的关系 就是说 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从事台语 台语运动的人 虽然我离那个全国的医院 可是 我必须要接受 我看不看得到他成功 我看不看得到 就像我说的 我很期待 我一直做下去之后 用台语进行思考的大思想家会出现 用台语进行书写的大文号会出现 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可是我看不看得到 我看不到 而且我接受我看不到 我甚至认知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不到 而且我不能急 就是我急在干什么呢 而且急了老实说也没有用 对 对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力量 所以我最喜欢说的话 就是 你如果告诉我台语快死了 台语会死掉 然后 我就会跟你说 我不相信 因为我会先死 哈哈 就是 I'll die defending it 所以我一定会先死 嗯 在我台语的时候 他就会有 对 然后我拒绝使用台语快要死掉 或者说台语会死 这样子的动力 因为 对我来说 如果我抱持着台语会死 然后我去做 我在做的事情 哇靠 那我不是在说我做的是演用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对不对 那我干嘛 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因为我的 上一本书叫 他们没那些小说的时候 然后我在写戒严时代 那些 很努力想要 在戒严时期保留文学 香火的作家 嗯 我那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作家对我来说 最动人的一个部分是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 嗯 对 但是他们最后不知道 竟然 后面会有一个 也许是戒严 或者是 其他的时刻 但我觉得刚刚听你这段话之后 我想要再补上另外一件事 他们没有想过自己会赢 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定会输 对 就是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 放平 持平的心态 反正我就是做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做 嗯 这个东西 从文学上 从历史上我们会看到很多 我觉得 会给我很多力量的案例 就是对我而言 这就是某种力量 所以我刚刚听你这样 找那段我蛮 蛮感激的 蛮感动的 这样觉得 对啊 有些时候 如果很熟悉我的人 常常一定会听到我讲说 我常常会讲一个剧情 就是 我希望有生之年某个东西可以改变 我希望我看得到 但当我说我希望我看得到 其实我 心里大概知道我 也许不太有机会看得到 即使我可能 以台湾的平均余命来说 我还有四五十年可活 可是我可能 对 我没有那个把握 对啊 但我要不要做 我还是要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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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个 就是同婚 谁知道 对啊 通过的时候 就是 我真的是通过 哪个最重要 应该是第三条 第三条通过之后 我在中山南路上 我真的是哭到 神经病一样 而且我旁边是一个 跟我一起去的 我的 我的 女性的朋友 我是哭到 就是趴在她肩头痛哭啊 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抱着一个女生 然后哭的 跟一个神经病一样 我没有想到 会看到这种事情 但是它珍贵就是在于 我们一辈子 能看到几件的事情 很多我们做的事都不会成功 都不会像那一次那样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前面有四五十年 有些人在那边看不到的结果 对 对 然后 这种信念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种 这个信念 郑南荣 为什么会在自己身上点火 他有这个信念啊 难道他觉得 我在我身上点火 然后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就会隔天就有吗 不是啊 他要相信是 我这样做之后 对 对 我最近刚好在看那个 李桥的寒业三部曲 嗯 然后因为有一些稿子要写 我就回去复习 他的第二部叫做荒村 他写的是农业组合 就是日治时代的左派运动者 特别是农民这样 就定量到 所以 这个 然后里面那个 有一个乡下的农夫 很认真参与左派运动的时候 他一直被抓一直被关 而且他每一次被抓都被刑囚 非常惨 然后他所有旁边的人 甚至他的太太都一直哭着跟他说 你不要再做这件事了 那我们家账会这样多惨 你平价也这样 但那个主角有啊 他原来都讲了一句话说 也许我们看不到 但是以后会有的 那我看到这句话说 我就觉得 因为李桥是站在站后的角度去写这件事 他知道成立者会走 是 但事实上当下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听不清楚 对 可是 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连起来 就是说 每一代都会有一些 相信以后会看到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 那我们不管 像我的书在回顾过去的事情 然后那个 石木铭这本书 其实一边回顾过去 一边也有讲一些现代的 我们正在进行的争论 我们都是站在这个历史阶段 这样子 那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做这种议题推广啊 或者想要传承某东西 的人都会有个想法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类似的想法 但是 我其实有时候都会有个想法 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像刚刚那个老师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好 我其实很想跟他说 我希望这些事有一天可以变得 异所当然不需要退 就是等到这些书失效 再也没有人需要看的那一天 他就成功了 对 对 再也没有人需要知道这些事 因为他是常识 他是问都不用问的事情 这个刚好认识大流程前教授 他给我的书写了序运历书的事情 对 他那时候就说 他 我记得轮程前教授有讲说 他怀疑圈内还有人需要知道这些事 但圈内确实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圈外要沟通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在做这种累积跟 就是 我们突然讲的比较有点感伤一点 好 那我们继续喝 来现场如果有其他同学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来搜一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如果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聊 刚刚有人提到说林献堂的夫人杨欣水 日记中全台语摩托马冰写的 超猛的 对没错 超级棒这样子 对 那 好 看看喔 注音问题啊 什么 我们要聊什么 没有没有 因为问题都好像比较是 台语 针对我这本书 可是我想要延续刚刚提到那个话题 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吵架 回来这里 对对对对 就是 实际上 我们刚刚用那个 张宗胜老师常用的 常域的概念 对 我们如果认为文学是一个常域 那这个常域的概念是这样 一个文学常域里头一定会有很多的所谓叫位置的东西 对不对 例如 炒架 炒架会炒出新的东西 然后让这个文学常域里头产生这个新的位置 也许有一天冒出一个 啊 他的目标就是朱佑群 好 虽然有这杯酒 可是我从直播到现在 我觉得我已经忍住 超过二几四年 因为说 他妈 所以我已经有一个小鬼 然后他的目标就是朱佑群 他们两个开始了一场论 挑战我之类的 对 那个炒下去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 那个炒下去是 这一个 以他的文学里面 质疑朱佑群 挑战朱佑群的人 他的那个位置会确定下来 嗯嗯嗯嗯 那这样子一个文学的场域 就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健全 然后这也是我们这种 程度上文学研究 最乐意看见的事情 那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我很无关的事情 就是 我们的华文 我们的文学经过了多少次的论战 然后 由于这些论战 我们对于 如果不是 就像佑群说 提到过的那个张宏志 哦 天降文学 对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老实说 我们会有叫做台湾文学 这个 这个领域吗 统图问题不拿上 你根本不会有台湾跟中国要分离 对啊 这是吵架的结果 论战的结果 华文的文学经过了这些论战 让我们的文学资产变得这么的丰富 结果 我们的台语你在跟我吵有没有字 你在跟我吵 罗马字 算算字 诶 我们来吵文学的问题好不好 我们来吵 我们来吵 台语 台语 台文的文学 要不要一直去讲 呃 例如 作者 小时候住在乡下 跟阿嬷如算危险 阿嬷 对 我们要不要吵这个啊 我们要不要吵台语的文学 他写作的对象 他讨论的问题 还有他的语言风格 我甚至觉得无音名事件 嗯 他都可以是一个 文学论战 可能的开端 就 例如那种 开口很无声台语 的文学 可不可以是 台语文学当中 尝试的方向 郑宜荣 对 郑宜荣 郑宜荣 抱歉 的酒真的有做 对 就是 以郑宜荣这样子的 对啊 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不标准的 好像非台语的使用者 这也是我在书里面 有试图碰触到的问题 我们是要回到 就是 例如 叶石涛 他说台语 说得很好 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说台语 那我们是要回到叶石涛年轻的时候吗 不是耶 我们不是要回去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要回去日治时期的台语 我们现在的台语 我们是要让它活着 然后渐渐的发展 朝向未来 那这个台语的未来 如果包含了 有点不道地 华语化的台语 可不可以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先不说你的立场 不是说可以 但是我们干嘛不吵这个 其实真的对我来说 我这本书写完之后 我们不要再吵台语 我们把这些基本的问题解案 都解案在这里了 对 没有必须时间 你讲这个《密相未来》 我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 就是1990年代 古百有一个一张专辑叫 他的那个概念超级厉害 他的概念就是说 他觉得中间台语的音乐 受到一点阻挠跟切断 所以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展 所以他站在90年代的角度 他去设想 如果中间没有被切断 台语歌可以长什么样 然后他的专辑十首歌就是十中央 我就觉得 哇这作为一个创作太了不起了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创作人出来讲说 好 因为我比较熟悉法文 假设我用一个华文的角度 我可以完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 one-in 假设华文没有经历过 现代主义系列 现在的华文小说可以长什么样子 我先识别小说给你看 这种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 有理论又有实践行动的 朝向未来的方案 是 那当然我们可以争论说 你这样写断七八糟 可以 对我觉得就是他的 那所谓的新空间 我觉得就是 一个这样称出来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这些论诞里面 确实会一直看到 很多东西打完了 你也没有说服对方 对 因为打完了你就有一席之地了 对 你不打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 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我们所有看到 此刻理所当然的事物 都是当年打出来的 尤其我在整理的 我越来越做那种感觉 我现在 因为我刚刚写完这种书 我有时候遇到跟一些 一般的文学青年写作者 年轻的人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不自觉的反应 就是 他讲了某个东西 我就在想说 这是季贤的 这个是弱夫的 对 我们就可以开始分门别类 他自己可能没感觉 他根本没看过那些东西 可是他 无意间继承了某个 曾经打出来的成果 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趣 好一下有一个人问 刘仪慧 他说老师应该再问你 我猜支持像香港一样 华语改成一个礼拜 一到三堂就好吗 香港那么低吗 华语霸权会不会像新加坡福建化 或者是爱尔兰语一样冰王 你的意思是如果改成一到三堂 会不会这样倒过来 就让他们进入冰王的状态 但是你说现在把华语改成一到三堂 对 应该是这个政策 香港这个政策吗 我怎么记得香港现在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这样说 倒过来讲 如果让华语的时数下降 这里我有个想法 你说的华语是什么意思 是国文课吗 我国文课时数下降 但我数学课其实用华语上 那这样就算 我自然课就用华语上 那这个怎么算 我觉得以我的立场 尤其是我以我现在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来说 我永远都会去想做一件事情 它的政治需求 就例如我们的台语词典 仍然叫做教育部台湾名男语词典 那事实上 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很不爽 对不对 但是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说 它的意思是我们说的这种语言叫台湾名男语吗 不是的 它表达的是我们这一个国家 有把这个语言叫做台湾名男语的政治需求 对 对 那这个同学提到的问题是说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把华语例如降到三分 剩下三分之一 那我们有这个政治需求 是我们有这个政治需求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政治需求 当你这样去做了之后 你接下来要考虑的是 你现在有这个政治需求 然后你做这个事 有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政治需求 我们常常物以为 有这个政治需求 所以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是 是应该反过来的 你做一个事情 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对 答不答得到你的政治需求 所以如果我给你一个台湾名男语的名字 但实际上达成了 我可以把字典弄出来的效果 是 或者我们像最近曾庆佑那边也背过 台湾台语国家语言发展法 我用了一个台湾台语的名字 我回避掉了台语的争议 但我把它放进国家语言了 对 我完成了这个需求 这其实你看到的这个表象是什么种妥协 或者是手段 对 对 对 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不可避免的 你势必要永远去 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说 呃 我们的确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 就是 华语的那个强势 它是 它恐怕是一个没有那么正常的结果 嗯 对 可是 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它是非正常的结果 你要不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去去结束它 哇 这好像晋级的巨人 去改正它 对 你要吗 当你面对巨人的时候 它如果是被不义的手段扭曲到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要去对抗它 我要用不义的手段 如果我不要的话 那我就要有心灵准备 我可能要花五倍十倍的时间 你让它回去 我理想中的样子 然后呢 就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好 你用激烈的手段 或是你根本就用 甚至不义的手段 的话 又做得到呢 万一做得到也就算了 还做不到那 对 对 然后各位不要忘了 我们 我们所谈的这些事情 都需要政治力 对不对 然后 如果我们所支持的那个政治力 用了一个激烈的手段 导致下一次分配政治权力的时候 它分不到 那你做的事不就失败了吗 对 这个我觉得解释了不止语言的很多问题 就很多人都会说 为什么政府都已经完全执政了 什么事不做不做 如果做下去的结果很可怕的话 那 长远来看不见的是好事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下面有个人提问说 甚至问说 过去有没有关于台语文的美学的论战 他说他个人印象好像宋哲还有写过 我先说这个我不熟 但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找资料 就是你去受博士论文网查 郑清红 他的论文就做这个 他是做台语文相关的论战 我不确定有没有论战讲到这个 但如果他没讲到 大概十四八九就不会有 他如果有的话 应该就在里面就找到 对 我觉得可以去稍微想一下 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这是像我这样子的 台语文不是很好读者 我很明确的感觉到 比如说华文好 我认得出华文的风格 我知道张腔 张爱玲的腔 我知道洛腔 我知道whatever 谁是谁的腔 但老实说 虽然我刚刚说我可以读台文 我其实严格说起来 如果石慕明写成一个台文的东西 跟胡长中写成一个台文的东西 我可能分不出他们的强调差异 就对我来说 我的台语没有好到足以 台语文的理解能力没有好到足以 能够分别强调 这时候要谈美学问题很难谈 因为我根本看不出细微差异 这是我的能力的所限 那我不确定实际上在台语文学圈的双方是怎么样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又群在书里头谈到 就是台湾化文论争的部分 就是当黄石灰 他开始去询问说 我们为什么不用台湾的语言来说我们的文学 那个台湾化文论争常让我们觉得 它好像是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文字 什么系统去写我们的文学 但是实际上又群很明确地指出 他在一开始就是一个文学语言的讨论 就是黄石灰会会去说 不要去管雅俗的问题 雅俗就是文学 什么雅俗 对 所以这个刚好我在书里面也有看到 就是说台湾化文论争绝对不是一个 用什么语言 或者用什么样的文字系统 来写文学的这个问题 他们真正在吵的是 什么叫文学语言 然后这个刚好就是又群所说 具有排他性的问题 那我们在像吴俊刚刚说的 我们在台湾的文学里头 我们目前就无所知 并没有很明确的 有这种的论诈 我认为至少以我粗浅的认识 我觉得它没有发生的原因 恐怕是因为 这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 就是我们再也不用去争论 说我的文学是为谁而行 对不对 你现在会有人觉得自己的文学 是要为无产阶级全中的谁 然后唤起革命吗 嗯 古典的愿望已经很少出现了 是 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那个论战没有在台文的作品 或是台文文学界那样出现的 根本的语音 然后还有另外说真的 当每一个创作者 他写台文的作品的时候 他的那个核心都是 我要保有这个语言 嗯 我要把这个语言留下来 用文学的形式 他的核心关切都是这个的时候 老实说 你必须真的很诚实 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产生论战啊 你光是把留下来 对我用任何形式都要把它留下来 就刚好是这个原因 不会有排他性 对 排他性的程度上是一个 我已经没有生存疑虑的一个状态 才会开始可以东挑西简 我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是 是 是的 好 下面 然后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刚好我就说他这个问题很漂亮 就是 也不是很漂亮 就是这个很适合的一个ending 有一位Cathy Lin 她问说可以推荐台湾作家使用台语文 或台语文的Quiqos写的小说之类的作品 就是台语文相关的作品 好我现在可以随便推一个我觉得大普玩的东西 去年前卫书版社出了一本台语现代小说 古往今来 从日资时代到1990年代都有 我跟你讲这个书真的很神奇 你早期会看到一些教会的小说写一些宗教的故事 你到后面会看到台语写的同志小说 1990年代陈雷诗人的恋爱股 什么鬼都有 真的 而且是我以前的同志 Vicine 刚好想说的编 对 旅美心老师编的 这本很赞 然后下面程德卫推了等录 祝福的意思这本我觉得很赞 对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我的文学关怀是 比较是散文的人 然后推荐大家王昭华小姐 王昭华 对 你尽量我随意 你尽量我随意 对 是一本台文的作品 然后王昭华 我叫王昭华小姐很奇怪 对我来说 这是昭华姐 昭华姐的台语散文 它刚好就触碰到我一直关切的文学风格的问题 就是我不晓得宥勋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得出来 可是当你在看王昭华的掌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塞 这就叫风格 哦 对 而且他的风格不见得是某种味道 而是昭华姐的散文就是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华文的行文的话 他就是浮想联篇 你说那个意象的串接或是思考的 对 对 那个就是某种台文的文学的风格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执着于小说的话 我们推荐 你尽量我随意 对 你尽量我说 好好好 正正正 然后还有最近也是前卫出版社出的台文小说杜庆龙老师的放毒 上市了吗 应该已经上市了 哦 好 放毒是不是 嗯 这个神明人那不是陈蕾我讲错了 识人恋爱也是陈蕾 好 如果有其他的补充 欢迎大家 我看到有大家帮忙补充 感谢大家 好 那因为今天我们预设直播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今天已经稍微超过了 那最后我们非常感谢石木铭老师 我们一起来聊天这样 聊天愉快 谢谢你的邀请 而且我们聊越多越发现我们共同点好像还不少 好 那如果你对这个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当然还是最后 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字顶留言区 有这两本书的实体跟电子书的连结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非常推荐大家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